《斗罗大陆》第821章 唐三在打通经脉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毕竟唐后的经脉是那么的坚韧 完全可以承受住他那玄天宫内力的冲击 终于最后的人督二脉在唐三强势冲击下豁然贯通 唐后只感觉一股亲戚通透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 他体内所积蓄的庞大魂力再不受控制 疯狂地奔涌而出 几乎是一瞬间将唐三的魂力解除地外 按照他原本的修炼方式疯狂地运转起来 每运转一周那魂力都会大幅度增加 充盈的魂力正带着唐后重新向巅峰迈进 唐三缓缓睁开双眼 此时他的脸色已是极为难看 嘴角处还流出了一缕血丝来 那是唐后七经八脉贯通之后 将他体内魂力反击而回时做造成的 不过此时唐三的心情却充满了惊喜 父亲的魂力之所以能将自己的魂力反击而出 证明他的魂力已经超过自己现在所拥有的92级程度 至少已经恢复到封号斗罗的层次 事实证明 自己帮助父亲打通经脉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此时唐后的身体已经被一层强烈的黑光所包围 大道的魂力充满了射人心魄的强大感 从背后看去他的身躯是那么的伟岸 这才是浩天斗罗应有的样子呀 唐三欣慰地闭上双眼 开始恢复自己的魂力 虽然他为父亲疏通经脉消耗巨大 还在魂力反噬中受了伤 但以他强悍的身体 这根本不算什么 只需短时间的修炼 一切就都会恢复巅峰 当唐浩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扭头看去 儿子早已不在身后的位置 一念一动 人已经从地上站起 抬起有些嫩白的右手和古铜侧的左手 那充满力量的感觉 令唐浩这铁汉的双眼 也变得湿润起来 在他当初自断肢体之时 就已经心灰意蓝 决定归隐山林之中 又哪曾想到 自己竟有恢复巅峰的一天 以往的雄心壮志 似乎也在这一刻 伴随实力的回归 而重回自身 我回来了 无魂天 我唐浩又回来了 推开门 阳光洒遍全身 刺目的光芒 却丝毫也无法影响唐浩的视觉 他一眼就看到 等候在门外的阿银 尽管唐浩开门十分突然 但当阿银看到 肢体健全的丈夫那一刻 他的泪水还是夺光而出 猛地扑入丈夫的怀中 亲父亲子长发 唐浩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他整个人仿佛又年轻了许多 虽然身上有着一层从屏肤下排出的污垢 但看上去也不过三十许的人 哪里还有以前那老太隆中的样子 阿银不过 小三呢 阿银抬起头 泪眼朦胧地看着唐浩 你修炼了三天 两天前 小三已经带着小五回天窦城去了 这孩子虽然年轻 可他肩头却已经承担了很多很多 唐浩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没想到 是儿子给了我心上的机会 以前是因为我已经无法做到 才将太多的压力压在他的肩头 但我现在已经恢复了 浩天斗罗又回来了 谁敢对我儿子不利 我就让他化为飞灰 阿银颤声地说 浩 你真的完全恢复了 唐浩自信地迟失艳阳 虽然我不知道小三为我做了什么 但是 我的实力不但已经恢复 而且更受往昔 当初你为我献祭之后 我的魂力达到九十二级 后来虽然身受重伤 但魂力却依旧在提升 直到九十五级为止 但我现在的魂力 却突破了九十六级的瓶颈 而且身体的潜力 似乎被完全激发了出来 感觉上 这些年所有内运的力量 全部释放出来 短时间内应该还会有所进步 走吧 我们去找大哥 浩天宗 是该出山的烧了 天斗城 唐门 和五年前相比 这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变化 门前只有两个身材高大 眼神锐利的唐门弟子守护着 但他们的精气神却非常旺盛 目光不时扫过过往的行人 偶尔会流露出一道金光 内运的力量 就像是随时有可能爆发的炸药一般 此时 这守门的两名唐门弟子 目光却突然凝固起来 因为在他们的视线中出现两个人 两个全身笼罩在黑色斗篷中的人 其中一人 手里还拿着一柄被黑布包裹的长条状物体 明显是武器 一名唐门弟子上前两步 挡在那两个朝大门走来的黑袍人 目光中明显流露出警惕之色 手持长条包裹的黑袍人撩起头上斗篷 露出他那橙蓝色的长发 以及一张英俊的面容 他的双眼是水蓝色的 深邃宛如汪洋一般 那名唐门弟子一看到他的眼睛 就不见愣了一下 原本的警惕居然在对方的注视下直接化去 竟然心不清一点反抗的念头 这两名黑袍人正是唐三和小五 帮助父亲恢复身体之后 唐三就带着小五离开了浩田宗 返回天斗城 他和小五的样貌都太出众了 为了不引人注意 这才穿上大斗篷的 而回来的第一站 唐三自然选择自己一手建立的唐门 这里是他的根基所在 立堂堂主 太坦长老可在门 请回禀一声 就说唐三回来了 尽管面对的只是守门弟子 但唐三却依旧很客气 随着实力的提升 除非在必要的时候 他会让自己情绪变化 一般情况之下 他变得比以前更加内敛 只从表面 谁也看不出他所拥有的强大实力 这两名守门弟子 显然是在唐三他们离开的五年之中 所加入唐门的 因此并不认识唐三 但这却并不表示 他们没有听过唐三的名字 这可是唐门宗主的名讳 那名阻拦他的弟子 试探着问道 您 您是唐三 唐三失笑说 怎么 还曾有人冒充过我不承问 两名守门弟子对视一眼 先前说话的那个 谨慎地说 您请稍等 我立刻向上禀告 说着扭头朝宗门内快速跑去 唐三满意地点了点头 见为之助 看来各位唐主 对于宗门弟子的训练 还是相当不错的 时间不长 一会儿功夫 脚步声也从宗门内传了出来 但令唐三有些意外的是 从里面迎出来的只有一个人 立堂唐主泰坦之子 泰龙的父亲 泰诺 泰诺一看到唐三 敢蒙上前几步 恭敬地说 泰诺 恭迎宗主徽宗 去通报的守门弟子 也跟着他一起回来 一听唐三果然是本门宗主 立刻和另外一名守卫 一同败了下去 单膝跪地 唐三呵呵一笑说 泰诺叔叔 不必多礼 怎么就您一个人呢 各位唐主都在忙吗 怎么说他也是唐门宗主之尊 宗主回门 却不见任何一个唐主迎出 令他多少有些意外 泰诺说 宗主莫怪 现在本门之中 主事的只有我一个人 其他人都跟随大军上前线去了 上前线 唐三心中已惊 也不进入宗门 着急问道 怎么回事 与武魂帝国开战了吗 泰诺说 十天前 天斗帝国帝王雪崩陛下亲子御驾亲征 亲率百万大军 总数多达六千名帝国魂师奔赴前线 我唐门 七宝流离宗 史莱克学院等方面的高手 跟随出发了 父亲让我告诉您 如果您回来了 也请尽快地前往前线支援 听了泰诺的话 唐三心中顿时生起众多念头 新年电传 已经大概明白事情的经过了 很显然 天斗星罗两大帝国 应该已经意识到 武魂帝国现在的情况 自然不会等待武魂帝国 将自身情况调整完毕 来侵犯自己 反客为主 主动宣战 这一招无疑十分高明 既可以打乱武魂帝国的部署 同时也可以占据先手 不用问 武魂帝国另一边的星罗帝国 现在也肯定是有所行动了 宗主 我们里面虚化吧 泰诺让开正门的位置 唐三摇了摇头 说 不了 泰诺叔叔 宗门就交给你了 时间紧迫 我要尽快赶到前线去 到了那边 情况自然明了 雪崩是何时继维的 天斗城内 是否留下了首背的魂室 斗罗大陆 第八百二十二章 雪崩陛下 是在三年前 雪叶大帝 病逝之后继位的 这几年 一直历经图治 对我们唐门也十分的照顾 宗门目前 有弟子总数 达到两千三百人 其中 除了我们原本四宗弟子之外 都是由 史拉克学院 培养 后来输送的精锐弟子 全部经过大师的筛选 在帝国的支持下 我们生产出了大批量 以诸葛神弩为主的暗器 为天弩帝国 装备了一支万人的精锐军队 雪崩陛下亲自 为这支军队取名为唐家军 这次书征 由爷爷暂代这一军统帅 就等您 正式接任了 太诺将唐三 最急于知道的情况 用简短的话 说了一遍 听了他的话 唐三点了点头 说 看来雪崩多年的隐忍 果然没有白费 深得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的真谛 很好 这样 太诺叔叔 我修书一方 你立刻派一名 闽唐的弟子 前往浩天宗所在村落送去 虽然帝都 留有千名魂师守护 但依旧太单薄了 一旦前方战士 我方占据优势 武魂帝国很可能 派进精锐魂师部队 来帝都闹市 有浩天宗在帝都驻守 方可保无语 宗主 浩天宗 太诺听到浩天宗三个字 瞳孔明显收缩了几分 唐三沉声说 唐门是唐门 浩天宗是浩天宗 永远不会混为一谈 现在我们共同的敌人 都是武魂帝国 不是追究当年恩怨的时候了 浩天宗现在已经决定出山 就留他们在帝都镇守 既免去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同时也省得浩天宗 与各位唐主遭遇之后尴尬 是 太诺恭敬领命 再见唐三 虽然看上去唐三的相貌变化不大 只是比以前更加沉稳了 可他那双眼神中多出了一种 无法形容的威严 他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令人信服的气度 举手投足之间 不但庸容高贵 而且有着一种特殊的领袖风采 哪怕是他曾经见过的 七宝琉璃宗宗主宁丰志 似乎也没有唐三这样的特质 太诺当然不知道 唐三这特质很大程度上 是来源于海神之光 令他产生的再次蜕变 作为海神的备选者 怎么会和普通人一样呢 很快 唐三就在唐门大门前 修书一封 交给太诺 以闽唐弟子的速度 用不了半天时间 浩天宗那边就会得到消息了 绝不会有任何耽误的 同时 还有另外写了一封信 也交给太诺 叮嘱他送到月轩去 有公固的引荐和自己这封信 浩天宗进驻皇室不成问题 不管怎么说 自己当初好像也授封过 太子太师这样的高位 应该有这样的话语权 现在天斗帝国急需浑视精英 更是不会拒绝才对 小五 要辛苦你了 我们还要继续赶路才行 我们的婚事也 唐三温柔地看向小五 眼中充满歉意 小五奄然一笑 握住唐三的大手 说这些干什么 那么多风雨我们都经历过来了 还在乎这点等待吗 大事重要 五魂殿也是我的上目仇人 毁灭他们 一直都是我的愿望 我们走吧 唐三和小五辞别了太诺 两人快速出了天斗城 唐三这才搂着小五飞身而起 奔向南方而去 按照唐三的计算 虽然大军已经出发十天 但以他们的速度 应该能够在大军赶到前线之前 与其相会 不用问 史莱克五怪也都在大军阵容之中 只是没想到 这么快就要与五魂帝国开战了 虽然他心中还没做好准备 可对于这一战 唐三却充满了渴望 五年过去了 唐三很想知道 自己一手建立的唐门 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两千三百名魂师 听起来虽然不少 但容果和五魂殿的数量 超过五万名的魂师相比 就太薄弱了 而这一战能否战胜五魂帝国 关键恐怕要在雪崩侧封的唐家军身上了 唐门暗器也将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毫无疑问 这一议天斗星罗两大帝国 都将全力以赴 这也可能就是 与五魂帝国的最后一战 这一战如果输了 五魂帝国只要灭掉两大帝国精锐 那么两大帝国将再无翻身之日 被毁灭只是早晚的事情 如果能够趁着五魂帝国立足未完 至少大幅度削弱其实力 那么未来就大有可为了 五魂帝国首都 五魂城 叫黄殿 什么 既灭小队被灭一支 五座城市损失超过五百名魂师 比比东刚刚回来 就听到令他愤怒的消息 眼看着站在自己面前 一脸愧疚的胡莲娜 他身上的衣服无风自动 如果换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以他的脾气恐怕早就下杀手了 但是胡莲娜不一样 在比比东的心中 胡莲娜不只是他的亲传弟子 更像是他的女儿 尽管他只有亲生女儿千任学 可实际上千任学在他心中的地位 还不如胡莲娜 在胡莲娜身上 他倾注了太多的心血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就在回到教皇殿前 比比东已经得知 两大帝国都出现大规模军事行动 目标直指五魂帝国 从两侧夹击大举压境 好 很好 看样子 天斗星罗他们是有备而来 想要打我一个立足未完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们凭什么与我的魂师军团抗和 娜娜 传我命令 召集七宗宗主 所有主教以上的帝国 册封魂师前来议事 既然他们要比其功于一异 那我就成全他们 是 老师 在整个五魂帝国之中 也只有胡莲娜 可以不称呼比比东为陛下 眼看着老师没有责怪自己 胡莲娜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他当然知道老师对自己好 可越是这样 他心中就越痛苦 在他内心深处 那另一个地位丝毫不逊色于老师的男人身影 始终在徘徊着 仿佛烙印在他的灵魂之中 怎么甩也无法甩开 眼看着双方就要开战了 唐三 你会出现在战场上吗 如果我们在战场上相约 我该如何自处 为什么 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却必须要兵戎相见呢 一边想着 胡莲娜就要出去传令 却被比比东叫住了 邪悦 你和燕去传令 娜娜 你留下 我有话对你说 是 陛下 邪悦和燕对视一眼 两人多少都有些无奈 他们明白 在比比东心中 自己的地位永远不可能 比得上身为圣女的胡莲娜 房间内就只剩下 比比东和胡莲娜两个人 比比东脸上的冰冷线条 渐渐柔和下来 只能指身边的座位 让胡莲娜坐下 胡莲娜捶手说 老师 我让您失望了 比比东叹息了一声 说 没什么 此几百名魂尸 还不至于令我们伤筋动骨 这定然是天斗帝国蓄意为之 想要打击我们的士气 不过也没那么容易 这战场早晚都是要开始的 虽然我们现在上立足未完 可在战场上 我们真正凌驾于两大帝国的魂尸力量 却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 只要指挥得当 在战场上发挥出真正的作用 天斗星罗 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 谁都有失败的时候 不要因为一次的挫败 而影响了自己的信心 说起来 这次我也在了 啊 老师 你 狐烈娜吃惊地看着比比东 比比东狠狠狠地说 原本我已经要得手了 泰坦巨猿天青牛猛 都已经奄奄一息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却突然杀出一个手拿 奇怪三叉级武器 身穿斗篷的家伙 坏了我的好事 如果我猜得不错 这个人应该就是 失踪了五年多的那个 唐三 什么 狐烈娜身体一晃 险险从椅子上摔倒 红唇也不受控制地 颤抖起来 三天之后 远远的 唐三和小五已经看到了 那遮天蔽日版的大群 尽管从空中俯瞰 但百万大军带来的震撼 还是令他们有些呆滞 人头攒动的大军 无边无际 惊奇招展 秩序井然 以万人为单位 在广阔的平原上前进着 就像是钢铁洪流一般 连人带马都覆盖在 厚重铠甲中的重骑兵 在大军前方 两侧则是全部由强壮士兵 组成的重装步兵军团 中央则是数量最多的步兵大军 至少六个清旗军团 在大军外围来回奔驰着 负责侦 赤猴 拱卫中央 浩浩荡荡 向前开爬 在大军后方 是庞大的粮草部队 所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但是这后勤补给部队数量 就绝对超过了五十万人 源源不断地将后勤补给物 运送上来 这还不算并不在大军之中的 后勤军队 简单地推算一下 唐三就明白 这一次 天斗帝国动用的正轨军 后勤补给已经预备一军队 总数恐怕有超过两百万只群 绝对是倾尽全国之力 同时 这也是整个帝国所能够支撑的 最大数量的军队 多年蓄力 帝国国力在这一刻彰显无异 要知道 两百万大军 每天要消耗的粮草 就是天文数字 要装备这支军队 天斗帝国的国力可想而知 不愧是屹立大陆多年的大帝国 从天斗帝国大军目前的情况 也能想象出新罗帝国那边 从浑身数量来说 新罗帝国可能还不如天斗帝国 但他们的军队却绝对要在天斗帝国之上 新罗帝国是以铁血方针制国的 从戴木白和朱竹卿的经历就能看出来 这样的国家 军队又怎么会差呢 浑尸虽然强大 但是没有达到浑胜境界的浑尸 毕竟体力和魂力还有不小的限制 在面对如此大军的情况之下 一旦数量达到一定比例 那么浑尸也未必能够硬撼这钢铁洪流 毫无疑问 天斗兴罗两国正是要凭借国力 来尽可能拉近与五魂帝国的浑尸数量差距 斗罗大陆已经很多年没有过大规模战争 更没有与五魂帝国那种浑尸军团战斗的经验 这一战的结果会如何 谁也不知道 但天斗和兴罗两大帝国选择的时期 无疑已经是最好的了 正在唐三思索之际 突然他的精神力微微一动 目光朝一个方向看去 只是眨眼的功夫 一道循环般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 背后双翼轻微的颤抖着 直接锁定在唐三和小五的存在 一声尖锐的长鸣声瞬间响起 直冲云霄 斗罗大陆第823章 看到这道身影 以及他的反应 唐三不禁苦笑道 我这算不算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蚊 我们唐门闽唐的赤猴弟子 还没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就先把我这个宗主给抓住了 小五扑斥一笑 这才能证明唐门弟子 确实是精锐啊 除了拥有尖尾与燕五魂的闽唐弟子 哪还有速度如此之快 反应如此敏捷的空中侦察浑石 闽唐弟子也不靠近 只是在距离唐三和小五 三百米外盘旋着 这个距离 基本是浑石技能无法企及的 他对自己的速度显然很有信心 根本不怕唐三和小五上去欺杀 只是几次呼吸的事情 从天斗帝国大军之中 骤然飞起数十道身影 朝这边飞了过来 都是飞行类浑石 飞起之后 他们立刻形成一个半圆的包围阵型 朝着唐三和小五的位置隐隐为上 不但配合巧妙 而且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 阵容极为的严重 那名闽唐弟子 兼自己任务已经完成 骤然加速朝远方飞去 从始至终 一句话也没有说 很快 唐三和小五就被几十名飞行魂石包围住了 闪亮的魂环出现在这些魂石身上 一个个精神抖擞 最低的也是四魂魂宗 最强的一个 已经拥有六魂的实力 几十名魂石同时呐喊了一声束手就擒 声音整齐划一 伴随着呐喊 他们的气势也瞬间声腾起来 压向中间的唐三和小五 小五扑斥一笑说 你们也不问问我们是什么人 就让我们束手就擒吗 那名六十级以上的魂帝 沉声说道 小五的从容令他心中略微有些不安 他们虽然人数众多 但如果遇到真正的强者 还是不够看的 这位魂帝已经做好了随时求援的准备 当然他也绝不会退缩 下面有百万大军 以及多达六千名的魂师作为后盾 他才不信眼前这两个人敢做什么 唐三撩起头上斗篷 微笑说道 我是唐门宗主唐三 特来与大军聚齐 请带我们去见大师 或者唐门众人都可以 你是唐门宗主 那名魂帝的年纪在五十岁开外 看着唐三眼中充满了不信之色 唐门弟子超过两千 宗主会像你这么年轻 哼 就算是谎言 你也变一个可信的 少废话 先束手就擒再说 否则 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唐三摇头轻叹 他可不愿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眼眸中的光芒突然变得纯粹起来 一层比天空更加湛蓝的光韵 几乎在一瞬间就笼罩周围所有的魂师 飞行魂师们只感觉身体一紧 立刻就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别说是使用魂技 就连开后说话也已经办不到了 心而易举地控制住这些魂师之后 唐三口中发出一声长啸 滚滚声浪 直冲云霄 浑厚而清朗的啸声远远传去 就像地面上无穷无尽的大军一般蔓延开来 这一声长啸竟传遍下方百万雄师所及 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声音丝毫没有衰竭之势 反而变得越来越高昂起来 那滚滚声浪 犹如惊涛拍案一般 甚喊着下方的百万雄师 嘶的一声 唐三只感觉自己全身魂力 骤然废倒了一下 笑声顿时变得更加浑厚几分 不禁惊喜地发现 自己已经到达临界点 有一段时间的魂力 竟然再做突破 达到了93级 早在吸收那些五万年魂环之后 唐三的魂力就已经达到92级巅峰 接近93级的程度 只不过一直没有突破 但最近他先挑战浩天宗五大长老 在巨大压力下爆发出全部势力 然后再近乎透支地帮助父亲 打通了七经八脉 这两次经历 无疑对他冲击93级瓶颈 有着巨大的好处 由于最近这几年 魂力提升速度太快 唐三离开海神岛之后 修炼方式都以保守为主 尽量稳固自己所得 因此并没有激进地去冲击93级 此时反倒借助这一声长啸 引动体内魂力 水到驱成 完成了提升的过程 就在这时 几声长啸 同时从大军中响起 其中一声最为嘹亮的长啸声 充满了无尽的风锐之气 似乎要将唐三的啸声 一分为二似的 一到冲天而起 仿佛要将划破的巨大蓝色剑气 几乎是一瞬间就升入高空 那道剑气仿佛连接天地一般 伴随清悦嘹亮的长啸声 直奔唐三而止 唐三哈哈一笑 手腕一抖 海神三渣脊上的步驳 顿时化为片片蝴蝶 飞舞而去 大手一挥 将那些被他精神力震受住的魂师 甩向身后 长脊挥出 有黑的光芒 硬汗上那道巨大的蓝色剑气 轰的一声 吭腔俱响 海神三渣脊 爆发出一声 龙吟之声 主任略为颤抖 水波一般的金光流打而下 竟在没有唐三海神之光的注入之下 海神三渣脊自行变为金色 唐三甚至感觉到 手中的黄尖三渣脊 有脱手而去的欲望 以他那十万八千斤的重量 都被撼动 可见庞大的剑气 有多么的恐怖 连海神三渣脊 本体都被激起了后胜之心 蓝光再起 但这一次 却不是巨大的剑影 而是一道真实的身影 伴随蓝光 腾入半空之中 如同流行感悦一般 朝唐三的方向射了过来 唐三一横手中海神三渣脊 面对那道战狼光芒 手中长起一圈 一道金色光环顿时应激而出 同时一道海神之光 通过额头处的烙印 注入海神之心之内 顿时黄金三渣脊上 金光大放 那道攻击而至的蓝光虽强 但就在那圈金色光圈之中 被化解而去 而那剑身合一飞来的身影 也被阻挡在 唐三身体十米之外 唐三用海神三渣脊 护在胸前 呵呵笑道 前辈手下留情 我可要抵挡不住了 那道身影已经显现出来 高大的身材 独臂 手握长剑 那是一柄通体成蓝 宛如水晶雕琢般的长剑 最为奇特的是 这柄长剑之上 有着九颗形 分别是黄黄紫紫 黑黑黑黑黑的颜色 这突然袭击 连唐三都不得不用出 黄金三叉剂 无定风波的手势 才能够抵挡住 可不正是七宝琉璃宗长老 魂力达到恐怖九十七级 号称第一公斤武魂的 剑斗罗陈心吗 他手中那柄奇异的长剑 正是他的武魂 七杀剑 达到九十七级了他 已经拥有了御剑的能力 故而能够飞入空中攻地 剑斗罗看到唐三 也是大吃一惊 刚才唐三那一声长啸 令整个大军为之震惊 尤其是魂师们 更是深刻地感受到 那恐怖的威压 哪怕是剑斗罗陈心这样的绝世强者 也清晰地发觉 自己的精神力 竟然被完全地压制 这是什么概念 难道是武魂帝国的 那位大供奉来了吗 因此 剑斗罗陈心 才毫不犹豫地全力出手 人还在地面 就已经锁定空中的唐三 发动攻击了 为的就是怕唐三 发动大范围攻击 打击大军 要知道 如果真的是一名 九十九级封号斗罗在此 大范围攻击之下 绝对是毁天灭地的效果 现在战争还未开始 天斗帝国大军 可经受不住这样的损失 可当陈心看到唐三的时候 心中的警惕和压力 顿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震惊 他怎么也想不到 轻而易举 就化解自己两次权力攻击的 竟然会是唐三 当然 唐三化解了陈心的攻击 也是相当不易的 主要还是依靠了海参三杀戟 海参三杀戟作为真正的神器 对于器武魂本就有着克制作用 浩天锤那种钝气还好一点 像七杀剑这种锐气 却被克制得死死的 经过多日来的摸索 唐三对于海参三杀戟的使用 已经是越来越熟练了 先前他将自己与小武的气息 完全隐藏于海参三杀戟之后 凭借十万八千斤的神器 抵挡住剑斗罗的攻击 就算这样 唐三还是一阵难受 催动玄天弓不断运转 才化解了七杀戒的剑气 至于剑斗罗的第二戟 虽是剑身合一 可遇到的却是海参的神器 被化解也是常理之中 唐三是你 剑斗罗瞪大了眼睛 唯恐自己看错了似的 不久前 史莱克五怪返回天斗城 已经带给天斗帝国 魂师界巨大的震惊 五年时间 原本不过六十阶左右的五个人 却都已经突破到魂斗罗的级别 这是怎样的概念呢 要知道 现在天斗帝国的魂师 主要就是以史莱克学院 四元素学院 唐门七宝琉璃宗 以及皇室魂师组成的 总数勉强达到外人 但考虑到各个城市的助手 以及必要的安排 能够调到前线的 就只有六千人了 而这些魂师中 除了天斗帝国皇室的魂师以外 对史莱克七怪都十分熟悉 五怪归来 带给他们巨大的震撼 他们已经被誉为 魂师界千年不遇的奇才了 可是那令天斗魂师界震惊的五个人 与自己面前的唐三相比 却整整插了一个档次 不论唐三是如何做到的 面对自己九十七级的实力 如果他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层次 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自己的攻击呢 他真的已经是封号斗罗了吗 难怪 难怪像史莱克五怪问起唐三的时候 他们总是笑而不答 原来这史莱克七怪的灵魂人物 竟然已经达到如此级别 这时 十余名魂师紧随剑斗罗陈欣身身后飞了上来 唐三放眼望去 顿时笑了 这些飞上来的魂师他大部分都认识 化为五魂真身的四眼猫鹰 弗兰德 柳二龙 使用飞行蘑菇长的戴姆白 奥斯卡 宁荣荣 朱朱青 展开凤凰双翼的马红军 除了他们几个之外 剩余的也最起码都是 魂斗罗级别的魂师强者 你们这么快就赶来了 众人看到唐三 不禁大喜过望 戴姆白笑道 听声音 你又进步了 弗兰德 哈哈一笑 说 还以为是嫡媳了 原来是唐三 你小子回来了 好 你们这七个小怪物 这回还是齐聚了 唐三和小五 一同向弗兰德行礼 唐三正色说 这次 我们可是真正的聚集了 五怪面面相去 目光一瞬间 顿时凝固在小五身上 宁龙中捂住自己的嘴 眼圈顿时红了起来 朱竹青 实声说 三哥 你成功了 小五他 如同火焰般的柳二龙 已经猛冲了过来 化为人形 背后展开火龙双翼 直接飞到唐三和小五的面前 小五 我的孩子 苦了你了 一把就将小五 从唐三怀中抢了过去 紧紧地搂入怀中 他和大师没有孩子 自从认了小五 做干女儿之后 就势如己出 后来听说 小五和唐三的遭遇 心中痛苦万分 此时再见小五 又怎能不激动呢 那些被唐三精神力震慑的 飞行魂师们 此时都已经恢复了自由 眼看着众多强者 围着唐三二人分外的亲戚 这才明白 只有一个眼神 就令他们失去行动能力的 原来是自己人 神来和五怪都围了上来 戴木白搂住唐三的肩膀 说 走 我们先下去再说 这飞行魔物城啊 飞不了太长时间 哎 小三 真没想到 你这么快就能成功啊 唐三苦笑说 虽然成功了 但是也付出了太大代价 走吧 我们先下去再说 在众人带领之下 唐三跟随他们进入大军之中 他这才知道 魂师队伍就在百万大军核心处 直接拱卫中央 保护天斗帝国 新竹雪崩 唐三的到来 顿时引起巨大的轰动 众人落下地面 唐三目光下意识寻找大师 却并未看到自己老师的踪影 弗兰德笑道 找大师吗 今日不通往日 大师可不是以前的大师了 他是这次除了你名下唐家军之外 所有魂师的总指挥 被陛下册封为蓝殿王 宫廷首席 宫廷首席魂师 天斗魂师团团长 在帝国臣子中排名第二 唐三愿了一下 排名第二 那第一是谁啊 弗兰德眼寒深夜地看着他 还记得你离开之前 天斗帝国皇室 对你的册封吗 唐三挠了挠头 说 好像是什么太子太师吧 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你小子 真是视功名为分土 不只是太子太师 而且还是蓝昊王 而当初的太子 已经成为现在的帝王 你这太子太师 也就成为了帝师 那排名在小刚前面的 除了你还有何人 什么 是我 唐三目瞪口呆地看着弗兰德 一时间不禁吃惊地 有些何不拢嘴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离开五年 回来之后 竟成为天斗帝国 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帝师 另一边 小五和宁荣荣 朱朱青刘二龙 已经是枯作一团 小五正将自己复活的经过 告诉大家 带姆白 奥斯卡和马洪俊 凑到唐三这边 奥斯卡 黑黑一笑 说 小三 这次我们可都是 沾了你的光啊 刚一回来 我们就被陛下 测分为帝国公爵了呢 当然 实在是没有领地的那种 唐三 闻带姆白 问道 老大 你也受风了吗 带姆白笑道 哎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 受风又怎么了 反正我是不打算回兴罗了 那边只有铁穴的权势 还是和你们在一起好 这公爵不公爵的 倒无所谓 以后 我们兄弟只要一直在一起 干什么不行 大军行进之中 魂师们得到最好的待遇 尤其是他们这些强者 更是乘坐特制的马车 此时众人站在地面续化 一边走一边前行 已是淹没在钢铁森林之中 不过就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大军之中突然响起 大片大片原地休息的命令声 不断前进了大军 顿时就停顿了下来 前方军队突然分开 四名老者从外面大步而至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唐三 顿时如同推金山倒玉柱一般 单膝跪道 四位长老不必多礼 唐三赶忙迎了上去 双手一挥 因股灰红的魂力 顿时将四位长老全部拖了起来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单属四宗族族长 如今唐门的四大唐主 立唐唐主泰坦 闽唐唐主白鹤 玉唐唐唐主牛糕 以及药唐唐主杨无敌 被唐三轻而易举地拖起身体 四位长老都不禁流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他们心中更多的还是喜悦之情 唐三在这关键时刻归来 无疑是对唐门最有利的 要指挥一军 这四位唐主已经有些力所不齐了 尤其是这次出征 唐门的全部实力可谓是清朝出动 万一有所闪失 他们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没等四位长老上前叙话 这时候正在说话的众人顿时都安静下来 士兵们如同潮水般分开 在一众强者簇拥之下 身穿金盔金甲 大红战袍的天斗帝国 先任帝王雪崩 出现在众人面前 摔下头盔 雪崩到来的第一个动作 竟然就是向唐三弯下了腰 弓声说 老师 斗罗大陆第八本二生五章 天斗帝国帝王雪崩的出现 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就在一众魂师同时向他行礼的时候 他就摘下自己头上的黄金头盔 向唐三躬身败了下去 恭敬地叫了一声老师 你要知道 这可是百万君主 身为帝王的雪崩 当着这么多人向唐三行礼 所产生的震撼 令总有人大吃一惊 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唐三的魂师们 都不禁对着突如其来的年轻人 刮目相看了 在雪崩行礼的同时 唐三也败了下去 他当然不是向雪崩行礼 而是跟随在雪崩身边的大师败相 也同样叫了一声老师 场面看上去有些怪异 只有那些熟知唐三情况的人 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 不必多礼 唐三向大师行礼之后 侧过身 算是受了雪崩半礼 同时迎上去 扶住了雪崩 从雪崩眼中 唐三明显看到了激动的神色 一日为事 终身为父 老师 这是我应该做的 雪崩紧握住唐三的手 恭敬地说着 唐三 唯唯一笑 说陛下 陛下现在是一国之君 又是这百万大军的统帅 切不可再如此了 雪崩哈哈一笑 说 老师 真的没想到 您能及时赶回来 看来 上天在助我天斗 带兵打仗我不懂 但唐三次来定会全力以赴 帮陛下分忧 雪崩向唐三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周围众人 突然高声说道 天斗帝国所属听令 顿时 惊涛骇浪的回应声 响了起来 齐乎陛下万岁 不论是魂师还是士兵将军 全部单膝跪道 唯一没有跪下的 就只有唐三和大师 这遇刺不跪的二人 雪崩眼中 威冷四射 雍容的王者气息尽现 今日 我的老师 唐门宗主 蓝浩王 唐三归来 今后 我老师之命 即是我之命 老师所致 如朕亲临 众人齐呼 视陛下 蓝浩王潜水 听着百万雄师的呼吓之声 哪怕是唐三这样心智沉稳之人 也不禁热血沸腾 晴昂的声音响彻天空 天斗 必胜 这一声呐喊 充满了无比强横的精神力 同时 唐三高举手中海参三叉器 伴随海参之光的注入 也到湛蓝金光冲天而起 哪怕是在白昼之中 也令每一位战士都能清晰地看到 那神圣的金色光柱 怒吼声 响彻大军每一个角落 都齐呼 天斗必生 声传数十里 依旧不见 大军气势 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雪崩吃惊地看着 唐三手中内兵 令他也不禁产生出 臣服之念的黄金三叉器 不禁大为赞叹 他对唐三恭敬 除了感恩之外 更多的还是因为唐门 对于整个颠斗帝国的重要性 他也知道唐三是天才 但毕竟是年轻一代的天才 在他的印象中 还不是真正的强者 可唐三这一声呐喊 却能带动百万大军的响应 还有他身上那瞬间爆发出的气息 令见识不少强者的雪崩 大吃一惊 隐约中 他已经感觉到了 唐三的强大 比那些老一辈魂师 绝不逊色 雪崩由衷地说着 老师 谢谢你 唐三微笑说 等我帮陛下扫平五魂帝国 陛下再些不迟 现在的他 已经不是以前的唐三 有着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 令唐三的话语中 带出强烈的信心来 雪崩笑道 老师 您做我的副帅如何 唐三摇头说 陛下 大军作战我真的不懂 我想 我还是帮您 抵御对方实力较强的魂师为好 我就帮您指挥唐家军吧 遇到五魂帝国的魂师军团 就由我和老师来应对 尽可能不让他们干涉到主战场 小三 大师眉头微皱 看向唐三 五魂帝国的魂师军团何等强大 虽然唐三身为帝师 但他这样的许诺 却令大师感到不妥 毕竟 要是许诺之后无法做到 对于全军都会是重大的损失 那是任何人也承担不起的 雪崩看了一眼大师 再看向唐三 陈生说 老师 这次我亲率大军前来 就是抱着 宁为玉碎 不为瓦权的心态而来 面对五魂殿的魂师军团时 能敌则敌 不能敌 我们还有大军作为后盾 唐三说 陛下 在来的路上 我一直在计算 五魂帝国的实力 根据以往的种种迹象来看 五魂帝国的全部魂师总数 应该在六万到七万之间 可以说是我们的十倍 但是他们能够投入到战场上的 最多也就是五万 毕竟三世纪以下的魂师 在战场上战斗力基本是无用的 五魂帝国能够拿出五万名 三世纪以上的魂师参战 已经是相当不易了 他们至少要留下五千名魂师 作为后备力量 五千魂师镇守 以五魂城为主的各大组成 真正投入到 与我们和新罗帝国大军战斗中的魂师 应该是四万左右 这次陛下倾尽全国之力而来 应该是与新罗帝国商量好的吧 新罗帝国的整体势力不在我们之下 必定会从南方对五魂殿产生夹击之势 这样一来 五魂帝国的魂师军团 无疑会再次减半 我们要面对的应该是两万名敌人左右 当然就算是这样 在魂师对比上 对手还是我们的三到四倍 依旧是压倒性的优势 听着唐三的分析 雪崩连连点头 表示认同 唐三继续说 目前我们的六千名魂师中 老师率领的应该是四千名左右 还有我们唐门的两千三百名魂师 加上装备唐门暗器的唐家军 我有把握 在正面面对五魂殿 两万名魂师的情况之下 至少抵挡住他们的攻击 大师说 小三 我也计算过双方实力的对比 你说的没错 如果对方的两万名魂师 都是普通的魂师的话 我们确实能够抵挡得住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五魂殿强者众多呀 比比东深不可测 还有一个实力在九十九级 很有可能会出现在战场之上的 绝世斗罗存在 你应该明白 这种逆天的强者 在战争当中所能产生的恐怖杀伤力 况且 五魂帝国拥有封号斗罗 总数恐怕要接近二十人 而我们目前只有独斗罗 剑斗罗 古斗罗 就算加上我和弗兰德 二龙使用的五魂融合剂 也不过相当于四名 封号斗罗而已 面对的却是要至少十名 封号斗罗 还有可能要面对绝世斗罗的存在 一旦对方那些顶级强者 闯入到我们的魂师阵营当中 那么情况将会立刻发生变化 同时 五魂殿准备多年 其魂斗罗 魂圣级别的高手 更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你可曾计算其中啊 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战争 尽管大师五年不见唐三 心中对他极为思念 此时再见时更是欣喜若狂 可听到唐三似乎有些轻率的许诺 还是直言自己的想法 唐三沉吟片刻 一层狠淡的蓝色光芒 将他大师以及雪崩笼罩在内 隔绝了外界的声音 然后他只说了一句话 就令大师脸上的怀疑之色荡然无存 雪崩也流露出恍然大雾之色 雪崩在一种护卫的簇拥之下 返回中军去了 大师却留了下来 他并不是时刻要跟随雪崩的 更多时候还是在这边指挥浑石大军 没有人过来打扰他们 大师第一声说 小三 你真的有把握吗 唐三说 只要不是比比东和那位绝世斗罗 千道流一起来到战场上 我就有把握抵挡住 两万名魂师帝国的魂师军团 还有一件事情 我没来得及告诉你 我是从浩天宗过来的 浩天宗已经决定重回大陆 自然要加入天斗帝国我方 说实话 这次帝国清朝而出 后方有些空虚 我修书让闽唐弟子送去浩天宗 告诉大伯 留下五位封号斗罗 带领多数宗门弟子镇守天斗城 然后派遣两名封号斗罗 带领百名宗门精锐 前来支援 我父亲可能就是两人之一 有了这支力量的加入 无疑会缓解我们魂圣以上魂师 与五魂帝国的差距 刚才我没对雪崩说这些 算是留下一张底牌吧 否则我也不会说得那么肯定的 大师势然说 这样就好 不过你刚才那句话 已经让雪崩信心大增了 这一战 其实 他是逼不得已才出兵的 形势所迫啊 唐三点了点头 说 所以我才必须要增强他的信心 身为一国之军 大军统帅 如果连他都没有必胜的信念 那这场战争 我们又怎能得胜呢 而且我并没有夸大 我们史莱克七怪 确实足以相当于七名 封号斗罗 斗罗大陆第826章 这就是先前唐三对大师和雪崩 说的那句话 史莱克七怪在战场上 足以相当于七名 封号斗罗 这样一来 天斗帝国一方 就相当于拥有了十名以上的 封号斗罗纪强者 大师轻叹了一声 说 唉 小三 你要记住 与毁灭五魂帝国相比 我更不希望你发生任何的危险 不错 蓉蓉的魂力已经达到八十几 成为七宝琉璃宗最强的辅助洗魂师 也可以说是天下第一辅助洗魂师 有他在确实可以令你们进入封号斗罗的境界 但是以他一己之力支撑你们六个人 毕竟不能长久啊 与真正的七名封号斗罗相比 还是有无所差距的 这一点你要牢牢切记 战场不是比赛 一个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危 你们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老师我正在唐三准备告诉大师 他已经真正成为封号斗罗的时候 却被打断了 小怪物 你这小家伙回来了 爽朗的笑声中 独斗罗独公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 来到大师唐三面前 正好将唐三的话给打了回去 独公伯看上去依旧是那么精神绝说 五年的时间并未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也不过大师还在身边 上来就给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 老怪物 你还是老样子呀 轻点轻点 感受着独公伯豪放的情感 唐三不禁心中生起一阵暖意 用力地回报他两下 一看独公伯上来了 唐门四堂堂主 以及史莱克六怪等人 也都聚拢上来 询问起唐三这五年的经过 对于海参岛之行 先回来的戴木百五人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了五年苦修 令他们实力大增的话 这是唐三叮嘱过的 毕竟海参岛那神秘的所在 最好还是不要流传太多才好 在众人簇拥之下 唐三简单地讲述此行海参岛的经过 但更多说的是对海魂师的了解 以及海上惊魂之事 至于小五复活的过程更是没有多言 这其中关系到他与小五的秘密 虽然眼前这些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但唐三为了不触及小五的伤心事 还是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对于浩天宗的事情 他却没有隐瞒 说了出来 同时也劝慰四位长老 将他对泰诺的话再次说了一遍 泰坦叹息了一声 说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虽然当初我们为浩天宗付出了很多 但也从浩天宗得到过不少好处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只要宗主不让我们与浩天宗合并 并肩作战并不算什么 唐三看向与浩天宗仇怨最深的杨无敌 可哪知道杨无敌的目光 却始终注视在唐三的海参三叉戟之上 似乎对浩天宗之事并不关心 白鹤呵呵一笑说 宗主啊 你不用管老山羊 这五年来 我们大家又能生活在一起 他不知道多么高兴呢 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他心中芥蒂虽然还有 但老星星说得对 只要不让我们再回浩天宗 过去的事也就算了 对付无魂殿要紧 情终还急 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分得清楚 唐三呵呵一笑 多谢四位长老大度 五年没回来 太坦长老 咱们唐门现在情况如何了 还有唐家军的情况又如何了 还有麻烦您给我详细介绍一下 太坦还没开口呢 杨无敌却突然说话了 宗主 你这三叉戟 是从何而来 为什么我一看到他 就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连魂力也变得不稳定了 这破魂枪 甚至都有点不愿意 被我释放出来的感觉似的 这很正常 我的骑杀剑 也被这柄三叉戟 压制得喘不过气来 剑斗罗沉心 刚才在唐三来到大军之后 就消失了 这时候已经重新回来 和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古斗罗古荣 以及七宝琉璃宗宗主 宁丰志 宁丰志看上去 明显苍老了几分 两宾已经颁白 显然这五年 他过得并不轻松 宁叔叔 唐三敢忙上前建立 尽管他现在 也已经是一宗之主 但当初宁丰志 对他的帮助 他却从未忘记 宁丰志微微一笑 立刻还礼 说 唐宗主 不可如此 说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人 成长的速度 真是让我吃惊 不过 你们成长起来了 我们这些人也都老了 今后的斗罗大陆 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世界了 唐三微笑说 宁叔叔正值壮年 怎么会老呢 宁丰志哈哈一笑 好了 不说这些 刚才听陈希叔叔说 你有一柄连他的七杀剑也比不上的武器 我也很感兴趣呢 你不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环师众人一周 能站在这里的 无不是可以信任的伙伴或者长辈 唐三没有再隐瞒的意思 将手中的海参三叉剂插在地面上 说海参三叉剂 重十万八千斤 简单的一句话 却令众人有种石破天惊的感觉 十万八千斤 那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呢 剑斗罗眼中 流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难怪 难怪了 恭喜你了 唐总主 有此神物 是我们对抗武魂殿 绝对的利器啊 宁风志也向唐三点了点头 说 唐总主 等这次大战结束之后 我可要向你要人了 小傲你可以抢走 可我们家荣荣 你可要还给我了 我要让他 解体我的位置 爸爸 宁风志 惊呼了一声 扑到父亲身前 您还春秋顶盛 为什么要床位给我 宁风志摸摸女儿的头 眼中流露出几分骄傲之色 呵呵笑道 因为 只有你解体了爸爸的位置 我们七宝流离宗 才能正式地更名为 九宝流离宗啊 宗主之位 能者举止 你已经超过了爸爸 爸爸相信 在你的带领下 咱们七宝流离宗 一定会 重铸辉煌 唐三 寒手说道 宁叔叔 这是当然的 荣荣始终都是 七宝流离宗的人 宁风志说 大军这就要继续开拔了 我要回去了 小三 这次大战 关键之处就要看你们 唐门的了 叔叔相信 你一定会 带给五魂帝国 一个大大的惊喜的 宁风志 带着两位封号斗罗走了 其他人也各自回归岗位 大军 重新开始开拔之时 唐三带领使来和七怪 跟随唐门四位唐主 来到唐家军的 百万雄狮中的位置 唐家军在雪崩中央军的左侧 自成一军 装备与其他军团都不相同 当唐三看到 唐家军普通士兵的装束时 也不禁感叹天斗帝国 对这支特殊军队的 伯计成本 唐家军的士兵 并不是穿的金属铠甲 而是皮甲 这皮甲可不是那种 指护主全身重要部位的青铠 而是护主全身的犀牛皮甲 其价值还在金属铠甲之上 不但防御强韧 而且重量很轻 不会影响行动 所有唐家军的士兵 都是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战士 他们每人背上 都背着一个长达两尺 宽一尺的大型诸葛剑弩弩机 唐三一眼就看出 这弩机的材质只是金刚 却并不是铁金打造而成 他原本心中的疑惑顿时得到解释了 他本来还想不通 为什么在短短五年时间中 唐门就能造出一万台诸葛神弩呢 现在看来答案已经结实了 以体积和重量增大为代价 降低了弩机对材质的要求 除了这大弩之外 每一名唐家士兵还配备一柄四只长的金刚战刀 身上皮甲处至少在身体各处特制皮囊中 携带有一百二十根长六寸左右的弩箭 这些弩箭虽然不全都是由铁金打造而成的 但箭头却都是铁金的 唐三略微计算一下就发现 这大型中格神弩威力应该并没有被削弱多少 装备于军队之中再合适不过了 每一名唐家军士兵都配备一匹高头大马 他们这一身装备的价值绝对要在重骑兵之上 这还是不计算中格神弩的情况之下 可见天斗帝国皇室对于这支特殊的军队 是充满期望的 四位唐主来到唐三身边 太坦说道 这支唐家军是三年前雪崩陛下继位之后 就开始建立的 从各军之中挑选出年轻的精锐之势组成 经过三年的积蓄 实战能力已经很强 足以应用于战场之上 他们的训练是单独在秘密地点进行的 对外绝对保密 每人携带诸葛神弩 以及一百六十支弩箭 除了弩机内装有的四十支以外 剩余一百二十支随身携带 他们现在所配备的诸葛神弩 是经过我设计改良的 宗主应该也看出来了 牺牲体积和重量 降低铸造难度和材质要求 威力不减 专门应用于军队之中 毫无问题 唐三点了点头说 除了这一万人 现在还有什么人装备了我们唐门案情 斗罗大陆第八百二十七章 太坦说 我们铸造之初 先供应的是七宝琉璃宗 当然 七宝琉璃宗那边我们供应的都是最好的暗器 而且是全套配置 只有七宝琉璃宗直系弟子才配备 然后是我们唐门自身 这次 咱们唐门一共出战两千三百名魂师 其中 闽唐 药唐 玉唐 都是二百人 剩余的是后加入宗门中的青年魂师 历唐弟子 留在宗门之中继续铸造暗器补给 还有老幼约五百人 也留在宗门之中 现在宗门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三千左右 我们这次出战的本宗弟子 都是配备的全套暗器 与七宝琉璃宗一样 同时还有三百家拥有特殊弩剑配备的诸葛神弩 其中以破甲剑 雷火剑为主 攻击力比普通诸葛神弩至少提升百分之五十以上 唐三说 我们这位的魂师平均等级如何 平均在四十级左右 毕竟他们大都还年轻 不过他们也都是大师训练出来的 实战能力很强 至于我们三唐弟子就要更强一些 其中 敏唐弟子的暗器配备最多 听了太坦的简单介绍 唐三对于目前唐家军的情况 已经有了大致了解了 这时大军重新开拔 唐家军士兵纷纷上马 动作整齐利落 虽然并没有逼人的杀气 但那风锐之气却异于言表 这五年时间唐门飞锁发展 不只体现在人数上 在天斗帝国皇室的直接知识之下 了结大量铁匠辅助唐门制造暗器 当然关键的部分 还是由唐门弟子亲自制造的 一些配件分配给这些外来铁匠 令整个暗器制造数量大幅度增加 否则也无法装备这样的军团出来 所有资源全部由天斗帝国皇室统一调配 没有花费唐门一分钱 而且每铸造出一套 还有额外的资金补助 经过这五年之后 唐门现在所积累的财富 已经相当恐怖了 甚至可以与当年七宝流离宗相比 只是在史莱克轻快归来之前 唐门的整体浑石实力还是不足的 尤其是缺少强者 否则的话 唐门的整体实力 已经比当初的上三宗也毫不逊色 尽管唐三也知道 天斗帝国这样不遗余力的支持 是为对付武魂殿 但还是对雪崩 以及逝去的雪业大帝 暗暗钦佩 大军开拔 每前行一个时辰 会停下来休息片刻 一天的时间 百万雄狮足足赶路超过两百里 按照这样的行军速度 再有五六天的功夫 即将抵达天斗帝国与武魂帝国的交界处 夜幕降临 大军原地扎营 扎营时军队有序地排列起来 与行军时候不同 这营盘扎下 是步兵在外围 骑兵在内 静伟军在中央处 私众粮草被大军围在中央 源源不断地从外围运来的粮草车 不断进出 整片大营之中 尽是一片热闹景象 行军一天 终于能够休息了 吹士兵生火做饭 普通士兵快速扎后营帐休息 唐家军这边 是不需要自己扎营的 专门有资重兵上来 为他们扎后营盘 他们所在的位置 也是百万大军的中央 紧挨着静伟军守护的中军大仗 就在营盘刚刚扎好之时 传令兵从中军大仗而来 陛下请兰昊王帝下 中军议事 好 我现在就去 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参加军事会议 他谁也没待 独自一人跟着传令兵 来到相近的中军之处 中军大仗并不奢华 熟牛皮制成的帐篷 看上去厚实而坚实 周围是刀将林立的钢铁森林 禁伟军守护着 唐三紧跟传令兵入仗之后 这才发现 整个大仗之中 竟来了上百人之多 雪崩高居上位 他的左边位置空着 右边坐着大师 在下手 还有十余名 气度陈宁的将领有座位 其他将领都是站在下面的 一看到唐三到来 雪崩赶忙站起身 亲自相迎 众将官带着几分好奇的目光 看向唐三这位年轻的帝师 尤其是看着唐三 手持三叉戟如仗 雪崩却毫无韵色 不禁暗暗撑起 老师 您来 请上座 雪崩引着唐三来到里侧 让他在自己左手位置坐了下来 要知道 唐三现在这位置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万万人之上了 唐三低声说 陛下 行军我不懂 您别管我 正是要紧 雪崩点点头 大马金刀地坐回主帅位上 目光从下风重将领身上扫过 大帐内顿时安静下来 百余将领 恭敬而立 我军以万人为军团 各位都是军团首脑 目前我军已经行进至距离五魂帝国 还有五天的路程 大战一触即发 今日召集各位将军前来议事 是为了具体的战术安排 此战对帝国的重要性 我就不赘述了 希望各位将军能够齐心协力 此战获胜 回去之后 朕定当论功行赏 家风有功之臣 陛下万岁万岁 万万岁 启奏陛下 目前我军行进一切正常 根据赤后来报 五魂帝国已经做出了反应 正在嘉陵关前聚集大军 坐在唐三下首位的一名 五十余岁的将领 站起身说着 在说话时 他的目光扫了一眼唐三 眼神中多少带有几分漠然 显然对于这个能坐在 他上位的年轻人 不太在意 雪崩看向唐三说 这位是帝国驻使 各龙元帅 有九命神龙之称 是帝国第一人 三军总指挥 各龙元帅 请您简单地分析一下 目前五魂帝国的军力配置 听了雪崩的介绍 唐三心中恍然 难怪这位老帅 对自己不太感冒啊 原来是天斗帝国军方第一人 虽然从爵位上来说 自己和老师都在他之上 可在实际权力上 他恐怕才是天斗帝国中 真正仅次于雪崩的人物 从雪崩看他的眼神 就能发现 新帝对这位哥龙元帅 极为倚重 让这位元帅坐在自己下位 也难怪他心中有所不分 从气息来看 他应该是 混斗罗级别的势力 哥龙一身天斗亮银铠 怀抱拖天三叉亏 五十多岁 对于混尸来说 是正当年的岁数 能在这个年纪 就达到混斗罗级别 他显然是相当不凡的 毕竟像唐三他们这样的天才 能有几个呀 陛下 根据我们的分析 以及对于那些叛国的计算 五魂帝国虽然收拢了超过 十个王国 公国 可实际 能够派上战场的士兵 总数不超过六十万 这应该是他们 能够应用在战争中的极限数字 而目前我军 与星罗帝国大军 南北夹击 他们能够迎击我们的 也就只有三十万军队左右 达不到我军的三分之一 嘉陵关前 地势平坦 虽然五魂帝国在不久前 已经抢占了这片平原 但面对我军 大军进攻 他们绝不会在平原 与我军作战 定会退守嘉陵关 比天险聚首 只要调集其 魂石军团参战 我们虽然坐拥雄兵百万 想要冲破敌军的防御阵线 也是难上加难 嘉陵关地处天陵山脉中心位置 乃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有一夫当官 万夫莫敌之事 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战争中 有所建树 必须要破开此官方可 雪崩想了想 说 如果我们要绕开天陵山脉 从其他地方进攻呢 歌龙元帅皱了皱眉 说 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可行性很低啊 先不说大军又需要行进多事 才有绕开天陵山脉的可能 但是一旦想要绕开这片山脉 我们就必须要进入五魂帝国腹地 地势大多以丘陵 山谷 盆地为主 十分不利于我军作战 反而会更加危险 而且 还有被敌军阻断后路的可能 而嘉陵关后 则是一马平川的平原狭长地带 可以直接深入原巴拉克王国的领地之中 更可以指导黄龙 因此 陈以为破家灵关势在必行 只有从这里进击 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进可攻 退可守 为上策 斗罗大陆 第八百二十八章 听了戈龙元帅的话 天斗帝国众将 纷纷点头 赞同着他的说法 又则一名年约七旬的老将 站起身来 说 戈龙元帅所言极是 嘉陵关前后都是平原 我们如能攻入 必可令大军之威完全发挥 就算攻敌不成 背后的大片平原 也适合我军撤退 同时 在平原上 由我帝国三座主城守望相助 退守之时 绝不至于一泄千里 雪崩点了点头 说 既然如此 我们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 不过 我们既然能想到攻击嘉陵关 武魂帝国自然也能够想到 嘉陵关帝是险卷 一山而建 城墙高达百米 厚百米 面对武魂帝国的大军 我们想要成功地破城 很难啊 戈龙元帅说 陛下 我们就是要和武魂帝国 打消耗战 目前 武魂帝国看上去 虽然是铁板一块 但他们立国不久 各个王国公国都有私心 消耗战 固然会令我们有所损失 但他们的损失 却是出现在 原属于各个王国公国的军队 难免会出现损伤不均的情况 一旦损失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那武魂帝国军心自乱 我们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控制好 我军与敌军的损失比例 我天斗帝国 浮原辽阔 雄兵百万 后勤不济源源不断 再加上兴罗帝国的响应 这样的消耗战打下去 形势只会对我们越来越有利 不过 这还是建立在我们魂师 能够尽可能地抵挡住 武魂殿魂师军团的基础上 国师 您给我偷个底 你们大概能够抵挡 武魂帝国魂师到什么程度 歌龙元帅口中的国师 自然就是大师了 大师说 蓝浩王已经向陛下许诺 以唐家军辅助我魂师军团 抵御武魂帝国魂师军团 尽可能地减少大军的损伤 哦 这么说 蓝浩王殿下 很有把握了 歌龙元帅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 通过刚才这位元帅的分析 唐三不禁暗暗点头 自己在军事方面没什么造诣 所以一直也只是聆听而已 此时 仅这位元帅问到自己 淡然一笑说 战场上瞬行万变 能够抵挡武魂帝国魂师 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还不好说 但正如老师说的那样 我会尽可能减少大军主力的损伤 不过我现在有个问题 或许元帅已经有了处理方法 但我还是想提醒你一下 什么问题啊 歌龙眼神中略带几分不屑 在他眼中 唐三实在是太年轻了 尽管他也知道 唐三曾获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 精英大赛冠军 击败了武魂殿黄金一代 但在他看来 唐三也不过就是一个青年天才魂师而已 能够做到现在的位置 更多是因为当初曾经营救 血液大地的缘故 对金上登位有大功 可要论及军事指挥 他要算得了什么呢 居然在率仗之中 坐在自己上位 唐三说 行军打仗我不懂 一切自然按照大帅安排行事 但有魂师参与的战争 与一般的战争应该区别很大 魂师的个人能力强横 或许不足以云宁麾下钢铁雄师碰撞 但是他们却很容易在战场上起到特殊作用 譬如 如果我是武魂帝国的比比东 我一定会派遣一支魂师队伍 绕到我军背后 大帅说得没错 打消耗战 我们绝不怕武魂帝国 我军上下一心 背后又有全国的支援 但是百万大军的消耗也同样是巨大的 如果我们在嘉陵关前驻扎 与武魂帝国打消耗战之时 比比东排出的魂师绕到我们后方 不断通过袭击我军的后勤补给部队 来影响我军粮草补给 时间一长 恐怕 唐三的思考方式完全是从魂师的角度出发的 他此言一出 不只是格隆元帅脸色变了 雪崩的脸色也顿时显得很难看 我派遣了四个青旗兵军团 专门守护后勤补给部队 魂师虽强 但也不敢与我大军冲突吧 毕竟武魂帝国也不可能派遣大量的魂师 摸到我军后方 格隆元帅皱眉说着 唐三想到的他虽然也想到了 也算是有所准备 可不知道为什么 听了唐三的提醒之后 他心中明显产生出不安的感觉 唐三说 魂师的速度以及个人实力 都不是普通士兵能够相别的 没错 武魂帝国的魂师 虽然不可能和大军正面交锋 但是他们却可以化整为零 我相信只要随便一名火属性魂师 实际达到一定程度 就能给我军后勤补给 造成极大的损害 此事还请大帅多加重视 强大的魂师神出鬼没 如果比比东 只利用他们骚扰 自己却与大军守在嘉林关不出 就等我们断了粮草之后 再一举出击 那时候我们想退 恐怕都难了 各龙本身也是魂师 修为更是不低 他虽然对唐三有些不屑 但听了唐三的话 还是认真地思考起来 越想 他的脸色就越难看 确实 如果比比东真的派出 大量魂师以骚扰为主的话 那么天斗帝国 这看似强大的百万雄师 很有可能会出现大问题 万一被截断了粮草 用不了几天 大军恐怕就要不攻自破了 兰昊王殿下 如果我再调遣部分军队 分别驻扎在 我运粮队伍经过的重枕 然后以激励的方式护送 你看如何 各龙元帅看向唐三说着 听了唐三言之有误的建议 他多少收集几分轻视了 唐三赞道 这是个好办法 但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军队遇到强大的魂师 情况还是很难办的 不如就让我帮元帅 一起处理这个问题吧 只有稳定后方 补给充足 我们与武魂帝国这场战斗 才能够地气十足 老师 您是要 雪崩看向唐三 沿路疑惑之策 唐三说 我唐门中的闽唐弟子 乃是最好的侦察之猴 我需要带一百人 每天由他们在空中侦察 然后由我带领一支 实力强大 速度反应快的魂师队伍 一旦发现 武魂帝国的魂师 立刻予以击杀 确保后勤补给的安全 这样一来 配合上 歌龙元帅的护梁大军 应能尽可能地 保护我军粮草的安全 听了唐三的话 大师连连点头说 这个主意好 后勤补给 对我百万雄师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容不得半点纰漏 有兰号王辅助 歌龙元帅 等我军在前线 问下局面之后 建立起一条补给线 这就不怕这场持久战了 歌龙元帅说 那就麻烦兰号王了 我会尽快地 调前后勤补给部队 沿路修建石宝 驻扎军队 等到这条运梁线形成 那武魂帝国 就没有任何偷袭的机会 接下来大军仗助 又进行一系列战术讨论 雪崩对于唐三提出的 后勤补给问题极为重视 又分出六个军团 加上之前的四个清起兵军团 以十万大军驻守在运梁沿线 确保后勤补给的通场 回到自己的营帐之中 唐三与众人商议之后 已经确定了此次互联的人选 很简单 就只有他们史莱克七怪七人而已 配合一百名闽唐弟子 只有史莱克七怪 才拥有最快的响应速度 他们的实力 也足以应付任何 无魂帝国来袭的魂师 甚至可以分为两路以上 一百名闽唐弟子 就像他们的一百只眼睛 足以提前将侦察到的各种情况 汇报过来 唐三提出 由自己来完成 这个保护后勤补给的任务 除了因为自信之外 也是为了不想跟随着大军之中 史莱克七怪中 也只有戴姆白对军事有些研究 他们跟随大军 不但行进速度缓慢 而且还可以说是无事可做 与其这样 还不如为大军处立 既能歼灭敌人 保护运良队友 他们也能过得自在一些 毕竟他们都自有惯了 第二天一早 史莱克七怪就出了军营 他们也没要马 直接留在大军的后方 看着渐渐远去的百万雄狮 马洪俊唱出一口气 看向唐三说 大哥 还是你了解我们呢 和这些军队在一起 真不适应 无聊透顶了 每天赶路 修炼又不能修炼 无事可做呀 烦都要烦死了 还不如香香自在呢 他还能每天在空中 翱翔侦察四周 在海深岛每天都生活在 紧张的修炼 或危险的口河之中 回到天斗 这什么都闲下来 还真是令人不适应啊 有着感觉的 显然不止是 马洪俊一个人 听着他的牢骚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小五扑斥一笑 看来我们还真的是 牢骆密闹 看着小五的笑眼 唐三不禁心情大好 嘿嘿一笑 不怀好意地看着胖子 说 我不介意 再给你来个唐门酒烤 你要是都能通过了 我就把宗主之位 还有这什么蓝好王 都让给你 怎么样 胖子 马洪俊没好气地说 三哥 你少诱惑我 权力对我如浮云 我是绝不会上当的 你分明是想逃避责任 才准备让给我的 唐三说 海参第八考 我已经完成了一朵半了 现在就差几个魂环 和最后一块魂骨了 如果想要完成 去一趟星斗大森林 估计就差不多了 不过大战即将开始 战局未稳之前 我们不能轻易离开 这边还需要我们 等过段时间再说吧 戴木白说 小三 你能复活小五 那这么说 你的魂力应该已经达到 封号斗罗级别 才对啊 昨天人多 你说得模模糊糊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唐三叹息一声 楼过脸色瞬间变得苍白的小五 是大明和二明 你们还记得那两大神兽吗 他们是小五的伙伴 我和小五到达星斗大森林的时候 正好遇到比比东带人追杀他们 他们身受重创 已经无法治愈 最后时刻 他们选择了陷阱 令我的魂力达到九十级以上 他们临死的最后期望 就是小五能够复活 在伙伴们面前 他没有再隐瞒的必要 将自己和小五在星斗大森林中的详细经历说了一遍 尤其是详细阐述了比比东当时所展现出的两大武魂 以及他强大的实力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当时的比比东似乎有所顾忌 问题应该是出现在他自己身上 所以他才未能全力以赴地向我发动攻击 否则的话 我就算是能够逃走 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松的 三哥 那这么说 现在武魂殿最强的 应该不是那个叫千道流的爵士高手 而是拥有双生武魂的爵士斗罗的比比东了 要是他来到战场上 我们怎么办 他那剧毒的领域 无疑会对天道大军产生致命的杀伤 唐三说 虽然我现在还打不过比比东 但如果他出现在战场上 我自问有限制住他的能力 不会让他加入到战场之中的 倒是你们战争一旦开始 很可能你们要面对的 就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对手 战场可不比我们在海神岛通过口河的时候 那将是真正的搏杀 到时候大家统一行动 老师说的对 一切以自身安全为重 哦对了 我击杀鬼斗罗以及猎杀魂兽 一共拿到三块魂骨 其中一块是和小五 他也尽吸收了 另外两块正好现在给你们吸收 好增强实力 一边说着 唐三从自己的二十四角明月夜中 取出两块魂骨 魂骨一出 空气中的魂力波动顿时变得剧烈起来 方圆数百米之内都有强力的魂力波动产生 以十来客奇怪的实力 自然不怕有人觊觎 因此唐三也没有过多的掩饰 出现在他手中的两块魂骨 分别是一块黑色的右腿骨 以及一块白色的右臂骨 唐三将黑色右腿骨交给朱竹青说 这是我杀死鬼斗罗之后得到的 这块魂骨毫无疑问 是适合闽宫系魂式的 具体功效如何 你自己感受 鬼斗罗的鬼魅能力 与你的幽名又近似 所以他最适合你 同时唐三将那块白色魂骨 交给戴木白说 老大 这是我猎杀一头 大约六七万年级别的 白木魔虎王尔头 这家伙在陆日森林中 也算得上市一霸了 和你的五魂是同类 肯定最适合你 你们现在就吸收吧 史莱克七怪之间 没什么好客气的 朱竹青和戴木白 也没多说什么 立刻就在原地 开始吸收魂骨 按照唐三的计算 这种级别的魂兽 对两人避易 应该是很大 除了新获得的技能 以及对身体的增幅之外 也应该能够帮助 他们的魂力更进一步 提升一级应该差不多 果然两个时辰之后 戴木白朱竹青两人 完成魂骨吸收之后 魂力分别提升到了 八十四级和八十二级 众人没有在前行 就在原地等待空中侦察的 闽唐弟子传递信息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后勤补给部队必经之路 而且基本处于前线 与天斗帝国后方的交接点 五魂帝国如果派人节粮 总不会过于深入天斗帝国 毕竟那需要经过几座城市 因此他们就在这里等待 是最好的办法 很快三天的时间过去了 一百名闽唐弟子 就像空中布成的一张大王 可惜的是 虽然他们的侦察能力是毋庸置疑 但三天过去 一切却平安无事 并没有发生任何状况 三哥 会不会是你的判断错了 五魂帝国过度自信 并没有节粮的打算 宁荣荣像靠在树干上 刚从修炼状态中 清醒过来的唐三问着 唐三微微一笑 看了一眼身边仍在修炼的小母 就说 如果你是比比东 有这么一个令对手不攻自溃 甚至是一溃千里的机会 你会放过我们 加灵关可不是那么好攻击的 哪怕是百万大军 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攻破 只要稍微有点军事头脑的统帅 都会动破坏补给的念头 比比东可不是傻子 而且五魂帝国最大的优势 就是浑石精锐 他会放弃这么的好机会吗 天斗帝国的统帅 能够想到五魂帝国经受不起长时间消耗 容易发生内变 比比东那边肯定也清楚 高谷底人总比低谷底人要好 我估计比比东不但会动这补给的念头 而且还会派进真正的高手前来 他现在越不动 就越意味着行动规模越大 他是在等待我们的大军开赴前线 到时候想要撤出战场 也困难时再动手 再过两天的时间 我们的大军就要抵达前线了 一旦大军安营扎寨 恐怕就是比比东派人行动的时刻 他现在仓促整军 不向两大帝国准备冲阻 短时间内 是不会轻易正面交锋的 这背后的招数用出来 就是再正常不过了 难道你忘了 当初五魂殿是怎么袭击 你们青宝琉璃宗 还有蓝典八王龙家做的 背后通袭 一向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听着唐三的解释 不远处正搂着中竹青 仰头望天的戴木白笑道 小三 你不去学兵法 真是浪费了 老大 这算不上是兵法 只能说是我对五魂殿的了解 五魂帝国立国 但他们毕竟是五魂殿多年 军事行动上 能取巧的地方 能用骑兵的地方 他们绝不会正面碰撞 五魂帝国的正面军队 可经受不起大规模消耗 奥斯卡说 我估计这次五魂殿 派出来的人数不会太多 因为等级低的魂师 不利于游击战术 无法做到连续强烈的 打击我军后勤不及 因此 五魂帝国 只要派人来结粮 那肯定出来的都是高手 而他们的普通魂师 则是留在江陵关那边 与大军对峙 他们不来则已 只要他们敢来 我们就给他们 以迎头痛击 正在他们说话之间 一道白色身影 突然从天而降 悄无声息地落在地面上 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此次 闽唐侦察小队队长 白尘香 白尘香跟随史莱赫 七怪一番闯荡 回来后 实力阅历俱增 白鹤隐约中 已经将自己这个孙女 当作未来继承者了 这次参与大军行动 他与七怪关系最好 自然派过来 负责侦察小队了 白尘香脚踏实地 立刻向唐三说 三哥 有情况 哦 你说 唐三眼睛一亮 白尘香说 我们闽唐的弟子 发现至少有 十余名飞行类的 闽宫系魂师 出现在天空之中 正在四桌探查 应该是 武魂帝国派出的赤猴 要不要将他们结下来 唐三全已说 他们 有没有发现你们 应该有 那些人中 有鹰类武魂拥有者 势力很强 虽然他们的速度 追不上我们 但空中没有遮挡物 发现我们还是不难的 不过就算没发现 最多也只是 几位本堂弟子而已 唐三眼神微动 说 告诉闽堂弟子 将探查的范围 再扩大一些 只要没发现 地面出现可以的浑石 空中侦察浑石 就让他们去侦察好了 你们尽可能隐蔽自己 不要被他们发现 也不要与他们发生冲突 不让比比东看清楚了 他怎么舍得派高手过来 十万大军保护博几仙 也是那么容易动他们 是 白沉香爽快地答应一声 转身就要走 却被马洪俊一把抓住了 想想 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看他们都成双成对的 你忍心就留我这个 孤家寡人在这儿吗 白沉香没好气地说 你的火焰那么明显 在空中还不全暴露了 亏你还是武堂堂主呢 现在是战争时期 不谈二女私情 你再骚扰我 我就向三哥告状了 马洪俊只得无奈地松开白沉香 两人现在也算正是进入热恋气了 看着英姿飒爽 身材窈窕的女友 她实在是有些不舍 白沉香扑哧一声 突然凑上来 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说 傻样 你好好修炼吧 有情况我就回来汇报 说完再次腾空而起 眨眼间已经消失在 碧蓝的天空之中 斗罗大陆第八百三十章 马洪俊摸了摸 自己脸上被亲的地方 心中一片温馨 切除时间越长 她对白沉香的喜爱之情就越深 胖子 你笑得还能再傻点吗 马洪俊一愣 我笑了吗 我 看着她的样子 众人不禁都笑了出来 戴木白更是故作感慨地说了一句 这就是热恋中的男女啊 很快又是三天过去了 按照天斗帝国大军行进的速度 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嘉陵关 完整驻扎 唐三命令 敏唐弟子加强侦察的幅度 同时也通知了 守护梁草的大军 时刻警惕敌人偷袭 又过了两天 就在唐三以为 自己的判断有误时 敏唐弟子的侦察 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西侧 险布鸣魂师出现 数量五十 速度很快 正朝我军补给县后方绕去 请宗主指示 一名闽唐弟子的回报 令是来和七块精神大振 唐三想了想说 胖子 你跟我和小五一起过去 老大 你们在这里继续等消息 武魂帝国既然开始行动了 就不会派出一支人马 再有发现 你们就行动 我们阻杀掉 武魂帝国的人之后 就会到这里会合 敏唐弟子 前面打路 是 敏唐弟子腾空而起 唐三和小五手牵手 马洪郡释放出 自己的凤凰双翼 三人腾空而起 在敏唐弟子带领之下 朝着西边击飞而去 升入空中 唐三立即看到了 几方大军的搏击线 搏击线拉得很长 为了搏击百万大军 每天的消耗 这样的搏击 必须要源源不断地 运送才行 同时他也看到了 那些正在修建的石堡 每隔十里 就有一处石堡修建 可以驻守军队 并且配备城防大弩 那是连魂师 都要极为忌惮的武器 一旦这些守望相互的 石堡修建完毕 这条运粮补给线 就算是真正安全了 那时候只要派出一定赤猴 一旦遇到迪席 补给队伍 就会立即进入石堡之中躲避 除非对方来的是 能够攻破石堡的力量 否则只能是无功而返 而且就算攻破了一座石堡 也能攻破十座百座门 有所损失 也只会是少量而已 唐三和史莱克七怪要做的 就是在这些石堡建成之前 确保后勤补给队伍的安全 脚下警务不断掠过 一会儿功夫 三人已经飞出近五十里 敏堂弟子停了下来 张开双翼飘飞到唐三身边 说 回禀宗主 他们正朝这个方向赶过来 根据之前他们进行的速度计算 大约据此还有二十里左右 我们不能再向前飞行了 否则肯定会被对方发现 根据我的观察 敌人数量虽然只有五十 但十里至少都应该在六十级以上 由于不能靠得太近 具体等级不轻 请宗主小心 敏鲁一族的族人 不会是最擅长叱吼的魂师 汇报简单有效 再加上自己的判断 为唐三节省了许多麻烦 好 你继续侦查 胖子 我们下去 三人悄然落地 马洪俊收起自己凤凰双翼 跟在唐三身边 唐三简单地观察了一下 中围的地形 说 我们左侧是森林 右边是山丘 敌人既然已经行动 不知道一共派出了 多少魂事 我们要尽可能地 节省时间 迎上去阻击他们 胖子 你不要离开 我身体二十米范围 一边说着 唐三首辅额头海神烙音 一圈淡蓝色的光芒 悄然扩散开来 将三个人的身体 笼罩在内 顿时地面上 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踪影 还有什么 比汉海护身照 更适合用于腹肌之中呢 在释放出 汉海护身照的同时 唐三也将自己的精神力 扩散开来 成扇形 朝闽唐弟子提供的方向 探查过去 他这种肆无忌惮的 精神力探查 乃是建立在 自己浩瀚级别的 精神力之上 武昏帝国 这偷袭队伍中 总不会有 比比东 千道流 那种级别的强者 自然不可能发现 他们的存在 很快 唐三就找到目标了 带着马红俊和小五 悄然迎了上去 五十名全身黑衣的浑士 悄无声息地 在没有道路的 复杂地形中前进着 尽管他们有五十人 但却没有一点 多余的声音发出来 在行进过程中 也没有任何人 开口说话 走在最前面的一人 相貌俊秀 看上去十分年轻 只是眉宇间 多少有些阴霾之色 正是五魂帝国 长老之一 橘斗罗月官 这些日子以来 月官的心情 一直很不好 自从鬼斗罗死了 他在五魂帝国中的地位 大幅度下降 原本平时 对他客气有加的 其他长老们 现在都冷漠了许多 五魂殿 本就是一个 现实的地方 你有足够实力 自然人人尊敬你 论个体实力 月官在五魂殿 一众长老中 并不算太强的 比鬼斗罗 也逊色几分 之所以受人尊敬 在长老堂排名靠前 就是因为 他与鬼斗罗 那五魂融合计的存在 现在鬼斗罗逝去 就剩他一个人 虽然封号斗罗的地位不变 可在一众长老之中 却是遗落前场 尤其是在星斗大森林中 他惹恼逼逼都 结果这次 本来只应该是 魂斗罗带队 破坏天斗帝国 后勤补给线的人物 他也被派了出来 带领一支魂尸队伍 当然 由于越官封号斗罗的身份 他带出的魂尸 都只是魂帝级别的 而其他分队 则是以魂斗罗率领的 魂圣前来 五魂帝国在魂尸方面 可谓是抵御深厚 比比东对这次的行动 是极为重视 一共派出五百名强大的魂尸 分成十个小队 悄然地绕过天斗帝国大军 来到后方 唐三的判断十分正确 比比东不但要骚扰 天斗帝国的后勤搏击 更要尽可能地阻断搏击 一边向前行进着 越冠脑海中不禁出现 那个人的身影 哪怕是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可他还是无法忘记 鬼斗罗被那柄金色三叉戟 穿胸而过的景象 陛下说那人是唐三 我不相信 唐三才多大呀 不过二十几岁的年纪 他怎么可能拥有 秒杀鬼斗罗的实力呢 那个人究竟在什么地方 如果他是天斗帝国的人 这次也一定会随大军出征 老鬼呀老鬼 不知我能否有机会 为你报仇 全体注意 加速 我们距离目标 还有六十里左右 届时不要与军队纠缠 以收回粮草为主 再过十里 检查你们身上携带的火油 记住了 战斗开始后听我的命令 不可恋战 月官冷冷地吩咐着 此时 他们已经进入一片森林之中 月官知道 按照地图来看 过了这片森林 再前行不远 翻过一片丘陵 就能看到天斗帝国搏迹线了 突然间 月官心中生起一次不妙的感觉 没等他仔细感受 周围的一切瞬间变成蓝色海洋 那重重树影几乎是一瞬间 将他隔到了单独的世界里 除了蓝色 参丝婆娑的树影之外 他再也看不到一个属下 月官净乎疯狂地呐喊出声 D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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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E